現在要分享三連音的第二種打擊手法 我稱呼這種打擊手法叫做一二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三連音裡面 第一個音是由單手來打的 後面兩個音是由另外一隻手來打的 所以它的打擊順序是 右左左 或者是 左右右 這個手法非常的好用 我們很快會在接下來的課程裡面 非常頻繁地出現這個手法 我們先來做第一組練習 右左左 先把動作放得很慢 一組一組地打 剛剛我沒打完一組 就停下來一下 再打下一組 現在我要把每一組連起來打 在連續打右左左右左左的時候 請你注意 當左手那兩下還沒打完的時候 右手就已經要提前拉起來 準備打下一組的第一點了 現在試試看 在每組三連音的第一個時間點 加一下大鼓 現在反過來練習 先踩大鼓 等你習慣這個速度之後 思考一下 這個三連音大概會打多快 想好速度之後再打 現在反過來 一拍一拍的分開練習 左右右 現在把左右右連起來打 一樣要注意 每拍的第二點第三點是連續兩個右手 在這兩個右手還沒打完的時候 左手就要準備 舉起來 準備要打下一組的第一下了 現在試試看 在這個連續的三連音裡面 加入你的大鼓 大鼓是踩在每組三連音的第一個時間點 一樣的練習 現在要試試看 大鼓 先踩拍子 踩出一個穩定的速度之後 思考好 你的三連音要打多快 然後 打出來 一個小水 一張